江西原副省长突遇车祸死亡陆媒蹊跷删除,江西省原副省长郑卫文近日在车祸中身亡蹊跷的是大陆媒体相关报道目前全部删除,勒广告9月5日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这16岁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副省长郑卫文在3日车祸中身亡,该报记者向江西省人大新闻发言人办公室 求证工作人员回答趁,此事我们已请示了省委宣传部,由台访,需要与宣传部门联系 多家大陆媒体9月3日报道说,江西南昌西环外高速公路发生一起车后,一辆小汽车追尾大货车,引发起火司机因身体卡住不幸身亡 但未提及车祸遇难者的姓名蹊跷的事虽然没有提名字,但目前搜狐,新浪及经济观察报等多家路媒的相关报道,全部删除 了生于1958年的郑卫文是安徽黄山社县人1980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安徽省潮湖市市长,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马鞍山市市委书记等职 2013年8月政委文调至江西,先后任江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兼公安厅厅长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督察长武警江西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2018年1月出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